一进门这一块的话过道是比较窄的 然后后期呢是考虑放一个成品的学末柜 然后这一块是强电箱 装了一幅翻盖式的挂画 然后顶面的话是做了一个平面吊顶造型 因为这一块是有一个梁 咱们通过吊顶的话把这个梁给绘化一下 然后看一下公共区域的吊顶也比较简单 做了一圈边棚吊顶 侧边是双眼皮 然后中间是一圈黑色的抬钢条 这个抬钢条采用的是外凸的这样一个形式 显得比较有这个层次感 喜欢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也是比较简单耐看 然后这一块就是后期放餐桌的位置 这边厨房呢也比较大 先看一下这个门 门的话呢是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这个极窄边框的太米合金推拉门 并且呢这轨道也是非常的浅 比较好打理啊 非常的简约 中间只有两扇灰玻璃啊 咱们看一下里边 这块呢是预留的冰箱的位置啊 现在冰箱已经到了 没有安装 然后桂盟的话上下一色 都是这种高光桂盟 这边安装的是风提式烟机 这个烟机是老板的侧系啊 一款侧系 因为这个侧系的话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碰头 这边是装了一个大单棚 咱们看一下卫生间 卫生间盟也是太米合金 中间是这个拉斯玻璃 然后里边的话看到没有 不开灯的话还是有点暗 因为这个窗户的话是比较小的啊 然后墙面呢是采用这个声色的 三百乘六百的枪砖 做了一个白色的美缝 对于卫生间和厨房来说 做美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非常好打理 不会仓乎纳垢 然后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壁栓 看到没 这个壁栓做到淋浴区这一块 还是比较实用的 放一些洗发口沐浴露等等 洗漱用品 非常的实用 方便 然后这边滴露是做了一个旋风滴露 对于像这种暗卫来说的话 贴砖 小微还是建议贴一些浅色的砖 显得卫生间呢比较亮堂一些 当然这个最终还是得根据 这一块也是做了一个小的地台 当然提前的话得把这个插座 还有包括下面的这个网线 留好 然后正对面还有一个小卧室 这个卧室是在南边 床头背景墙呢 是刷了一个深色的乳胶漆 然后这一块是做了一组通顶的大衣柜 然后这边又延伸出来做了一个书架 书桌 这个柜子呢也是全物定制 然后其他桥面也是乳胶漆 这个蒙呢也比较简单 什么符合烤漆 然后加一个简单的线条 下面咱们看一下竹卧室 竹卧室墙面同样也是乳胶漆 只不过呢我们给做了一个乳胶漆封色 看一下 从墙面一直通到顶面 这种效果的话也是比较个性的 在网上呢比较流行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接见一下 顶面的话就是简单的一圈试表线 然后床头两边呢 就留一个闭灯 包括插座 还有双控开关 然后这一块还有一个衣帽间 位于郭道的两侧 然后里边的话就是卫生间 墙面也是300x600的墙砖灰色 并且做了一个灰色的美缝 然后淋浴区这一块呢 我们是同样给提前预留了一个基石 预留这个基石的作用呢 一方面是挡水 洗澡的水呢 不会流到这个甘区这一块 同样的后期如果说要装这个 零隔断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往上一装就可以了 这个房子呢 是三室两厅两卫的这么一个结构 是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刚需房 所以说呢 整体装修比较简单 也比较实用 是很严重的 是一块